我想可能我經常都女敗女戰 那就厲害了 所以可以承受到現在的後衛力 慢慢都覺得沒什麼 所以做了就沒了 就算我現在做過 做完這個沒了錢就再賺過 也不會的 因為我看好你 因為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做音樂的 所以我馬上說 不行 我要聯絡你 因為我很久沒見 還有我之前在說聲夢 一些現在參賽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阿珊要找你來 剛巧你剛有歌出就最好了 又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聊聊天 還有宣傳一下你自己的生活點滴 還有你怎麼做歌的辛酸 好 這個也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 之前好像聽你說過 你真的是嗨姆一鳴的 真的做了功課 哈哈哈哈 忍不住人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嘩 看看 我是 然後是省東西 我也覺得我在省上面也挺厲害的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因為我會把省完那樣東西可以 所以我覺得是應使質勢 我覺得是應使質勢 譬如我可能做宣傳做歌 做歌是花我最多的預算 但是因為你做幕前 希望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狀態 給觀眾 可能我們的化妝 自己學會化得好一點 自己化還是找雲 自己化還是自己化 直接不用找雲 除非你在一些很大的活動 我才會找朋友幫我化 但是很好的化妝師 我也特別感謝他 Mainman 他真的不跟我計較 真的 這真是好朋友 我也知道他當然是值更高的價錢 找他幫很多藝術師去化妝 但是他跟我計較不一定幫得盡 真的太感激 遇到很多這些好人好事 因為你本身你個人好 而且你給人感覺你很親切 而且那些人很願意去幫你 可能我是有份傻勁 我覺得我是一些 被人覺得你是傻的 真的不惜公本不惜一齊 你這麼瘋? 我陪你瘋了 那些 我覺得是 剛才說到哪裡了 是 蝦妹 什麼蝦妹 我又知道了 跟觀眾聊一下 我 最幕前 我會 減肥的 我會吃少一點 那你一天可能吃一餐 那會不會暈呢 其實有一餐 一餐兩餐 那我又不會的 因為你要吃有營養的東西 你要懂得選擇 譬如我早起床會吃雞蛋 對 雞蛋牛腩 這些你又可以補充了你的營養 那你又不會頭暈 是的 還有我不要吃那麼多很肥膩的東西 蜜皮也很好 蜜皮好啊 是的 我的朋友說我蜜皮不吃也很難吃 我喜歡吃蜜皮 我也喜歡吃蜜皮 是的 蜜皮我自己會喜歡加鮮奶下去 不是的 我純蜜皮 純蜜皮 我加鮮奶下去 那個味道會更加好 我試過鮮奶加蜜皮肚痛 搞肚痛 所以你喝不到奶 是的 我只用蜜皮也可以 但我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我就肚痛 是的 這麼有趣 很可憐 那次經歷就是不斷找廁所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就不敢再試了 不敢再蜜皮加奶了 我覺得燒蛋是 燒蛋是不錯的 我今天吃完燒蛋 我今天很富貴的燒蛋 還有我會選一些清淡的東西 可能魚蛋粉那些 我都會適合吃 我覺得很划算 還有我想分享一下 但是粉你不會覺得有肥嗎 有澱粉質的東西 也不會的 米粉米線都還好 米粉米線是好一點的 好過飯 是好過飯 還有不要 麵包 我覺得最重要是湯底要清 但是外面如果吃米粉的湯 你多數都還沒蒸 嗯 還好 你不要喝到那些湯 我覺得都還可以的 嗯 我都會選一些健康一點的食物 很健康 而且也很會去 但是我又會 很會限價 省完一塊錢 我又會聘請一些幫我個人吃東西 嗯 那時候我就會厲害吃 那他們通常見到我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划算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其實一起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不多時間見到一些朋友 平時真的很接近做音樂的東西 那變成我一見到朋友 或者是可能很久才一次飯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珍惜跟他們在一起 那倒是 因為平時我自己是計算時間的 可能我這行就夜營人 那我晚上睡覺也睡得很晚的 那日起床已經很晚的時候 其實隔多一會就已經下午茶時間了 噢OK 其實隔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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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隻都知道 她是蝦妹來 所以特意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 看不出這個蝦妹 就是在家裡吃 媽媽也很好 會住的 而且在家裡吃 健康 又會好一點 那我都 整個點我真的要感謝媽媽 真的 她還要在MV裡面演出了一個影后 我知道 那如果我覺得她沒有她和我一起 沒有那麼感動 沒有她 那麼多年來 如果她完全不理我做什麼 我覺得我不會坐在那裡 嗯 你媽媽真的要謝謝伯母 是啊 所以難得她又很開心 我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嗯 我又不是做到一件作品出來 我不需要說你覺得坊間會覺得好不好聽 我覺得媽媽喜歡就行了 自己喜歡就行了 是的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媽媽很支持你做音樂 嗯 而且看到女兒的成果是有這麼多 有第一隻有第二隻 第三隻 第四隻 我們一起會賽後檢討 是的 還有你的歌的靈感 你出到的歌 還有你的歌都很熱的 嗯 自己的朋友之中認識 但是其實可以做多些宣傳 是的 可以做多些宣傳 是 譬如去一些電台 某些電台 懂不懂人 多謝現在公司的同事 對 他們幫忙 所以我都 這次可以有多些平台 聽到的歌 那些歌都很開心 對 就是所謂的派台 他們不斷是全部派完的 一出就派完 是 做多些網台 好像我們現在這類的網台 不過我們就好像放不到音樂 因為他們有一個版權問題 YouTube可以嗎 不可以 不可以有版權 除非自己出 我之前有幾個藝人自己帶來 因為他們自己出的 他有一個條例在 都會說 我現在這樣播 真的不行 可以的 就是我拿一個喇叭出來 就能播到 是可以 上次好像也有開到的 上次我們只是有兩分鐘 上次就有兩分鐘時間 就只是個螢幕裡面是個影片 和整個歌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拿個電話出來 可以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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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糾子有沒有開到 這個其實沒有開到 因為我好像沒人進來 一開始 是 有 是不是沒有動 oh hello hello 原來是 我在動的 這一個蟹 經常都沒有動 所以沒有開到 其實很好 其實你作的歌 和你做的事情 要做多一些宣傳 還有要多派一些電台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聽歌除了在電話 現在是串流 還有駕駛車的時候 或者是在批評的地方他們會播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串流平台現在是大趨勢 是啊 很多時候人們會說這首歌那麼好聽 然後人們就會去聽 然後會傳得很快 所以自己也要做這些功夫 我之前也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開Live 其實開Live是好的 我也可以分享開Live的經驗 可以啊 其實我自己開過第一輯的時候 跟一個平台和一個視頻去合作 我開完之後 當時也是疫情 他們公司沒有錢賺 現在很難賺錢 無奈就不可以繼續了 我覺得也很可惜 我自己再去開一輯 自己拿錢開了十幾集 好啊 是在租地方 然後聘請一個叛咒 去做一個Facebook Live 我覺得其實有些人會去開Live去賺錢 但是那時候我又不想我的Live是一個賺錢 因為他們可以給錢 我想它是一個音樂節目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 在最沒有工作的那段時間 疫情最慘烈的時候 我就完全停工 基本上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不能開 開不了 開不了 因為我經歷了幾個月零收入 那怎麼辦呢 我開過一些電話的APP 嗯嗯 其實那時候都 那時候都 迫著要每天開兩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最少 對 那時候都堅持 那邊做了幾個月 但是都是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我知道你說哪些 不要說人家那個 我不會說人家 可能不關那個平台的 可能是我差勁 因為他們有很多白晚主播 有很多 有很多 他們是找到的 但是可能我在那個平台上差勁 找不到 但是我覺得其實開Live APP都不容易 是不容易 是很難的 我試過一次 我在家開 十點幾十一點 都不是很晚 但是我爸爸把家裡的腫子關掉 唉 是啊 因為我家裡是 屋架床 我睡在上面 下面就是一個電腦桌 但是我跟廳是共用的 但是因為我家裡是很小的 那我家人睡覺 就會聽到你在開Live唱歌 那我就覺得不滿意 嗯嗯嗯 然後我就關掉 好害怕 然後七黑一片 然後我就對著螢幕 然後就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 我們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那今天這個Live 要取消 就到了這裡了 是的 我們寧添請組 哈哈 我認識了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幸運 我覺得 那個 叫做開Live的盒子 是 一按 拍手 插著 你會有些聲效 可以通過一些聲音 那就簡單一點 還要開Live神器之類的 幸好有後備電 如果不是是Sharp Cut 就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那就是說其實你爸爸 一直都不太贊成你在唱歌的這個旅程 是啊 所以我媽媽很矛盾 爸爸不贊成 媽媽很贊成 那他們就會撞 然後我媽媽會為了我去欺瞞我爸爸 哈哈哈哈 然後就 可能我有時工作很硬 為什麼又不這麼晚 其實我去錄音室很晚 那很多時候你一定要在錄音室做的 是啊 如果你剛才說到這樣 在家裡根本就不方便 出不了 出不了 我家裡也練不到歌 練不到歌 一喊的話 可能全部人會 隔離了一個按鐘 隔離了一個按鐘 報警啊 真的以為瘋了 喊 因為我的開聲方法 我老師派有些特別的 會喊到拆天 但是呢 只能夠去錄音室練歌 一定要錄音室 你現在去錄音室是朋友自己 還是自己的一個錄音室 沒有自己的朋友 都是朋友的 所以要朋友開給你才去唱歌 對 變成要他也在 要租地方 那外面也有些租 是 是 那次之後呢 其實我真的 關了電 還要是 四、五月也有點熱 五、六月應該是 正在開冷氣 無緣無故隔離了 熱烈烈烈 然後你說我不唱 那爸爸不唱 那爸爸不唱 開就開 早點開 但是早的時間 沒有人看 對 為什麼開Live 黃金時間是 十一、二點 對 我說過那些大主播 他們全部都是 零晨 十一、十二點才出現 但是那時候 家人要睡覺 對 變成我又要開 我的硬局 要早開 所以就更加辛苦 早是沒有什麼粉絲 進來看 是啊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工作 可能都還沒回到家 九點幾十點 幸好後來 去到 九月之後 還有工作 終於是沒有工作 我馬上放棄了 不開了 然後馬上 不過開Live 都是辛苦的 但是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 拿經驗 因為你是看觀眾 是喜歡什麼類型的歌 因為你開Live 除了自己歌 你都唱別人的歌手歌 那你就會找到 究竟什麼類型的歌 對你來說是好的 你可以 我現在想你 那些平台真的很難玩 很難玩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那一隊的Live 對 他們怎樣呢 吃飯都很冷的東西 對 很厲害的 他們真的 隨時都可以 玩順了 累積了一班人 他知道是那個 不是 我想是跟那個主播 是什麼性質 有些主播可能真的出街 去Disco 可能去一些夜店 可能吃飯 因為我真的純唱歌 真的好像 有些主播 他們會欣賞你 會讚你 但是他們不會課金 有很多 我看他們有些都給錢 有些是怎樣呢 他們專門供什麼呢 供一些 我們有些Event 比如手影Event 他們都當出來 那些人喜歡看 因為他們去不了 他們會彈錢 那些就會給錢 因為突然間我旁邊這一個 是古天樂 大哥你帶不帶錢過來 我跟古老闆拍照 你帶不帶過來 但是這樣 有些不是幾好 但是他們可能是認識的 有些是認識的 可能是認識的 比如我都在玩 某個 突然間我看到你 我看到那個手 後人來拍張照 可能他們就hi 和我hi 他們可能又hi 那些觀眾看到 就會飛錢過來 去送什麼花 禮物 那些會變錢 我知道 我上次也有一個KOL 我想他們都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吃了一個Christmas Party 我們一群瘋了 唱歌 唱卡拉OK 然後跳舞 當然我們都很厲害 因為我們做的 真的像那樣 他動了在那裡 說我正在拍攝你們 我就說不要緊 他就照樣拍攝 然後不斷訂錢 我看到他不斷訂很多東西給我 我問他這些是不是錢 他說是錢 他很感謝你們 哦 很厲害 我們真的在唱歌 整班 好像在唱歌 那他真的 他很厲害 他問了 我說不介意 那個人說OK就可以了 這樣就動了 然後很久交到數 他說 終於今天那五個小時 每天做五個小時 真的很厲害 我們玩到兩點 他由十點開始拍動 我覺得這些APP 真的很多不同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是的 我也認識有些朋友做得很成功 是的 有些做得很成功 有些是教化妝 有些做得失敗 我知道他們除了有唱歌 有聊天 有些教化妝的人 我是唱歌的那些 就是點歌唱歌那些 我覺得是難的 難的 點的首歌 可能你未必懂那首歌 或者未必熟那首歌 那個演繹 例如你不太熟 你也不想去唱 可能會選頂首 其實都已經算好了 他們點很多 點很多不同的類型 總有你會唱的 嗯 我覺得唱歌 其實我覺得 始終是要自己的風格 你對處一個畫面去唱歌 而裡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欣賞 真的不知道 所以都要自己去 有時候都挺害怕的 因為素未謀面 跟對方 對呀 不看著你而已 你也看不到對方 其實是 都不用了 現在自己出歌 自己 未來的目標就是開演唱會 希望 這個真的是 都是其實 又令我想起 我出第一支唱歌 出完的時候 那些朋友跟我說 什麼時候到第二支 那個狀態 其實是可能 我現在回答不了你 有第一支 有第二支 有三支 我會盡力 只能夠 因為我覺得 你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一直都對唱歌 很熱誠 還有你自己個人風格 還有我也知道 你也有教唱歌 對 也有教 有些觀眾看到 要找唱歌 一定要找Polly 他一定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我覺得教和自己唱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 其實本身 內裡都是一個 心急底 和不太耐性的人 變成我 迫我自己唱歌的時候 會迫自己很快地學一首歌 但是如果你在教學生的時候 那可能每個學生的資質條件都不同 你要想一些方法令到他明白 還有還要apply到 這個是另外一個學問來的 所以我其實反而很欣賞一些歌唱老師 他未必自己唱得很厲害的 但是他可以令到學生做得到 是 我都覺得是的 對的 那你現在在教學生的年齡階層是什麼人 其實有一些在讀書的 去到已經可能退休的 其實這樣也更好 因為他們 剛開始出來的 學生 那些很有亂的 很有亂的 會對這個行業 就是想在這個行業發展 而去追夢形 也有些是 即是年長一點的 他們會覺得是 當一個業餘性 業餘性 而且最重要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你根據他們想達到的目的 而去 提供一些課程和方法給他們 即是如果 一些年輕人 他們是真的想向音樂這條路發展 其實除了唱方面 我覺得我入了行 我有很多入行的東西可以分享給他們 嗯嗯嗯 挺好啊 因為現在我身邊有些朋友 小朋友開始 五六歲已經說要學唱歌了 現在很厲害啊 我那時候五六歲什麼都不懂 他們已經開始說要找一些唱歌老師 我覺得現在很厲害 現在的人 十三四歲就參加歌唱 最重要是在電視台那些 很大型 我那時候 十幾歲是玩一些區賽 或者是玩一些電台 或者卡卡舉辦的那些 我也有玩的 但是呢 我十幾歲的時候 就像十二三歲的樣子 二十歲的時候 的樣子就像十五六歲 變成人們覺得 這個這麼小的可以嗎 這麼小的 我經常都會給別人這個感覺 因為你最小的時候 你是幾歲第一次參加比賽? 十... 團體賽的時候 好像是小學 合唱團那些 就是小學三年級 公開比賽 學校裡面好像是中三 公開比賽都是差不多 就是中二、中三 都是十二、三歲 十四歲左右 十三、四歲 十三、四歲 但是你那時候上台又不害怕 小時候 害怕 不小時候 怕的 會不會突然脫字 會啊會啊 手震啊會啊 十三、四歲當然是腳震 應該會啊 那時候很喜歡去唱K 每個星期都要唱K 但是唱K跟Live去唱不同 是 兩種東西不同 但是我那時候在唱K練歌都練不少 但是 那時候 那時候 學生妹妹沒有什麼錢 沒有什麼零容錢 是要唱KLunch 那時候很划算 那時候 二十幾元 可以唱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 有時候是下令時間放學 十二點多鐘放學的時候 立刻衝去唱 就有一個飯 有杯飲品 還有可以唱K 我覺得很划算 這幾個真的是慳妹來的 大家看看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專門選擇時間去唱歌練歌 是啊 其實也不錯 因為不用說租我的樂隊房 這麼奢侈 我有一樣東西要跟你分享 就是 那時候 我是 再大一點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我唱K唱到那個經理都認得我 哈哈哈哈 又是你啊 他很好啊 他會給我一個折扣 然後呢 你可能有 一個人還是一班朋友 不是 我自己一個 有時候跟我媽媽的 我媽媽會和我唱歌 他會給我多一杯飲品 哈哈 哈哈 給你 對 給你一杯飲品 給你一個員工朋友的折扣 這樣也很好啊 好啊 可能是看到你美女 我覺得我應該是 真的很喜歡唱歌 他看到你很喜歡唱歌 經常都看到你 你真的很喜歡唱歌 那又沒有所謂 就給你一個折扣 而且 總之沒有人要唱K房的時候 可以繼續不剪你的歌 那也不錯啊 我覺得很好啊 很好啊 那真的 除非 真的 很旺場的時候 你現在 唱完K 最搞笑的 就是那個歌手 就說你的唱K時間夠了 下次記得來唱我的新歌 哈哈 那些 我也不知道多久沒有唱K 對 如果跟朋友唱 最後那首 一定是點李克勤和容祖兒那首 嗯 很划算的 十分鐘 哈哈 唱那麼久 真的划算很多 這個就是我當時 在入行之前 不喜歡唱歌的程度 也挺好笑 是啊 那你媽媽也很疼你 經常陪著你一起做音樂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有人陪著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有個人支持你身邊 而且是家人 那你兄弟姊妹呢 獨生女 啊 所以媽媽經常陪著你 你真的很朋友 是啊 對呀 他也是 我們那些朋友 又不是 你會看到的糖痴痴痴痴 或者是很好的 其實我們都會吵架的 嗯 但我們吵架的事情 很無聊 嗯 譬如我今天穿這件衣服 換了衣服 他覺得不滿意 然後 中間就會爭執 無端爭完一大輪 就是很無聊的時候 吵架 但是又沒有 我覺得唯一一個是 吵架之後 是完全沒有影響感情的人 是只有媽媽 其實是家人 嗯 朋友是很難的 好啊 朋友是第一次得 第二次是第三次就不行了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只有家人才能做到 你吵架完架是不傷感情的 是啊 我覺得始終都是 家人始終都是那個愛 真的家人是不同的 對 而且家人最慘的是 你所有東西要硬吃 對 譬如你出街 或者是工作 你有很多不開心 可能你不會展示出來 嗯 回到你一個舉動 他已經知道你外面 是不是有發生過什麼事 嗯嗯嗯 很多時候回到你 可能見你不出聲 不出聲 就知道 對 還有會有脾氣 可能有些委屈的東西 對 有時候 有一個導火線 可能拿你的東西 放在其他地方 如果你那天是外面很開心 不要緊 大家一起 對 但是如果 再找 如果是你外面有些 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可能你那一刻的情緒 為什麼會不見了 你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發了出來 就會知道 其實是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你媽媽那麼支持你 爸爸 就關燈 關燈 現在好了很多 是的 她開始 由 聽過 有一次在電視見到我之後 這個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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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開始慢慢 她就覺得 咦 我做到一點點成績 好像 就是 她不說 就已經當不反對 OK 起碼她覺得 咦 都已經開始知道 你有一個成績出來了 是的 她覺得已經不是玩 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 不是想著在做夢 是真的做到事情出來 不是發明星夢 真的 真的喜歡 是 絕對你是喜歡 因為見你從小時候參加歌唱比賽 你用了這三年四年的時間 你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是很好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不強求 我又不是要做到什麼位 或者我要紅 因為我覺得 這些東西很難的 尤其是入行之後 你發覺很多事情都不容易 所以真的要感恩 是 所以你每一首歌 有觀眾中有觀眾不喜歡 還有我覺得 現在實際上 香港真的太多歌手 是的 真的太多太多歌手出來 亦都是沒有一些公司 公司可能簽很多 很大堆人 裡面可能很多人 但是未必輪到你去幫你 是的 沒有什麼簽 很多人都是等待的機會 等 我又發覺自己 都大膽的 既然等不到 我就自己來 其實是的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又可以作詞 又可以作詞 我又可以自己處理 和一些公司的合作 大家一 其實我是很大膽的 那時候我第一次出完碟之後 我在電視台有一次錄影 那時候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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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孟宗宗送了一個碟給我的同事 現在公司的同事 那時候我以為他是監製 不過其實監製是導演 他有拍MV的 我中間有兩首歌 一首歌曲 和脫單前的六個月 都是他幫拍Steven 那時候不知道 監製孟宗宗送了一首碟給他 原來他不是的 不要緊 認識一個新朋友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的樣子很搞笑 然後後來我找他拍MV 那我也很感激他 能夠結識到現在公司的同事和白樂 因為我覺得是一切發生了的事 才會帶到你由現在這裏 因為始終有人去欣賞你的歌和你的聲音 那時候我夠口臉皮 那時候我無緣無故見到你誰送給你 那他有聽和他有欣賞你 才去撮合你現在日簽的這間公司 我以為簽了合作 我希望他可以老懷安慰我現在還在生存 哈哈哈哈哈哈 會不會白費他一番心意 因為我都知道是很不容易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會不會有個概念 會再寫一些哪類型的歌 我接下來如果再做歌 我想試一下 因為我給人的感覺都是比較鮮民一些 或者是唱一些慢歌 如果我再做歌 我想將風格轉為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可能是因為觀眾未聽過我唱自己的歌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更多樂趣的東西 可以試一下一些更多樂趣的元素 R&B我有試過 Tudan是R&B 夢幻無限都是R&B 但是樂趣和一些更多的聲音 大家未聽過 而且會不會比較強勁 你自己會不會比較強勁 跳要練 但是我沒有跳舞底 如果你真的要做跳舞歌 一定要先準備好 你自己也要動要跳 所以我覺得從Rock開始 Rock最多要動一下 這個風格我想嘗試一下 希望你聽到你有心情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是HIFI聲 可以聽到一些感情位的歌 感情位的歌 多數都是HIFI聲 如果你Rock歌也有另一個風格 也好 因為我以前唱很多這些 只不過是做自己的歌是很難的 因為我不可以一夜做十首不同風格的歌 大家聽到 你未必知道我可以處理到什麼歌 但以前唱一奏45分鐘 三奏我唱了一晚已經可以唱30首歌 那時候是開心的 對於一個喜歡唱歌的人 當然唱越多歌越好 是啊 有不同的變化 因為有女歌人 但是現在我錄影 我只是唱一首歌 其實我每一次唱完都覺得不過人 當然了 喜歡唱歌的人怎麼會 一首那麼少 對嗎 對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你自己做的歌 你要讓觀眾和粉絲知道 一聽 這是何惠寧 你要知道之後 再有另一個風格 觀眾會追求 原來他有另一個風格 原來有 還有那套Rock 還有一些有beat 或是吵的歌 這次大碟裏面 《執迷不悔》的編曲 是比較吵的 有別於以往 大家會聽Hi-Fi 是一些很純的 很安靜的 溫柔的樂器 我覺得 Hi-Fi未必一定要 全部都很安靜的 那些東西 嘈吵都可以 是嗎 我覺得 但《執迷不悔》 聲音也是很柔的 厲害的 你看看王菲原唱的版本 其實聲音是很柔的 是嗎 是嗎 國語 我選了國語 因為它有國語和粵語 這首歌都很難唱 很難唱 國語比較難唱 我今次挑戰了國語 國語是有難度高一點的 《執迷不悔》 就算我聽現在的節目 有翻唱《聲…》 《聲夢傳奇》 《聲聲不識》 那個節目 我有聽過劉色君 去翻唱《執迷不悔》的 他是把國語和廣東混在一起 而他的Live版本都降了Key 所以真的很難唱 但劉色君的聲音也很漂亮 他也是漂亮的 他唱到很多漂亮的聲音 就是選這首歌他也是保險 他好像是中一個好聲音出來的 好像是 他的《聲夢傳奇》 上得《聲聲不識》 全都是《執迷不悔》的歌手 真是最厲害的歌手 他以為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 每個都有時心比特德西里 以新人來說 嘩 我整天呆了 原來唱歌這麼好聽 是 很特別 很有天分 很有天分 真的 你也有天分 現在開始 很多粉絲和很多人開始知道 原來何惠寧是這麼有天分 慢慢來 也不是 你這三年其實已經是 很多人知道你是哪一位歌手 是嗎? 當然知道 而且你的歌是用心聽的 其實人們會去追 因為你是感情歌感情位 很棒的 我覺得還要剁很多東西 因為原創歌 其實相對是難過唱cover歌的 因為你以前唱cover 或者是相演的時候 你可以唱很多次 還有它本身去原唱 已經是做到一個很好的版本出來 但是你唱一個新的自己原創的歌曲 你自己是原唱的 你要怎樣去演繹 去創造一個風格的時候 這個是難的 是 我在每一首歌都在摸索 希望越做越好 就是越新的歌 你會聽到這個風格出來 嗯嗯嗯 是啊 在這裡真的很開心 在這裡真的很開心 跟Conny說了這麼多 我們說了這麼多 是啊 我們說了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我說了多久 是啊 今天真的很開心 其實是 學了很多東西 我也謝謝你 真的 是啊 希望你明天的發佈會成功 明天下午三點會到 明天下午三點會到 明天下午三點半左右 早一點 可能三點鐘 大家可以去到灣仔會展 的 舊役那邊的Friata 2 有個簽唱會 是會發佈我的新歌和新碟 新碟Infinity 還有現場我都會唱我最新的主打歌曲 夢幻無限 那這首歌呢 明天是第一次在觀眾面前唱Live 很棒啊 而且我都會唱到幾首大碟裡面的歌 還有大家可以在即場購買一個CD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歌的話 也可以和大家拍照和簽名 記得三點半會展 會展 會展見 明天一定要 今天很多謝你的白王中 過來和我們談那麼多 也都很開心 我們今天真的見面 我們不認識了那麼久 因為疫情我們已經很久沒見了 走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like and share出去 還有明天見你們在會展 明天見啦